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第四集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五聊小書蟲 馮德艾 我今天要介紹一本書叫做《六年級去世多》 《六年級去世多》這本書 介紹著軍委的六年級生活去世 六年級的生活可是十分豐富的 很多事情都是意想不到的 像是面對可怕的班長 歡樂的園遊會 參加升學輔導 畢業典禮及畢業旅行等種種事蹟 這本書還描述著同學之間的互動 以及對班級方面十分有遠見的 暴龍老師 這位老師讓大家都嚇到了 但也為這些同學們的 國小生活留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我非常喜歡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十分生動有趣 作者與學生的立場來寫這本書 我覺得書中的班級就像綿羊家族一樣 就連做的事情也一件件的跟我們相似 愛吃的飯兵像子恩一樣 領導大家的班長就像師廷一樣 愛耍小聰明的志明像吉星一樣 名列前茅的大鴻像麗雲一樣 書中的班級仿佛就像第二個綿羊家族 如今我們就要畢業了 希望各位同學畢業後能夠展翅高飛 以開朗的心情來面對國中生活 畢業典禮就快到了 不知道當天的氣氛會是怎麼樣的呢 會很歡樂很雀躍 還是會哭得一塌糊塗呢 嗯我想應該是有哭有笑吧 另外我還要感謝五寮國小的全體師生 兩年來的照顧 更要感謝Louis老師當我兩年的班導 陪我成長與進步 畢業後我會繼續努力的 歡迎學弟妹來圖書館借這本書喔 以上是五寮小書從馮德愛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